大家好,这里是东东契,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最近印度欧亚时报报道说中国在关键武器技术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 欧亚时报和香港的南华早报报道说中国正在研制一种能够重复使用的高超音速的反导无人机 未来这种无人机将会用于拦截高超音速导弹或者是敌方轰炸机并且自行返回 说到这儿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拦截高超音速武器这是世界级的难题 目前各国都不具备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的能力 但是如今中俄已经是批量的装备了高超音速武器 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主要是米格31战斗机所搭载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以及前不久宣布量产的舰载告石高超音速导弹 而咱们中国这边高超音速武器的首次亮相是在2019年的10月1号 国庆阅兵当中所出现的东风时期 相比之下美国在这方面的进度就要落后很多了 虽然说近些年来频繁进行相关的测试 但是美国的高超音速武器一直没有服役 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美国刚刚宣布一种高超音速武器将会在今年列装服役 印度欧亚时报就报道说 中国在拦截高超音速武器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从时间节点上来看相当的耐人寻味 众所周知高超音速武器之所以难以拦截 其实一方面是极高的末端速度 目前美国测试的高超音速武器最大的速度是在5到6马赫左右 而俄罗斯研制的同类型高超音速武器最大速度能够达到8到10马赫 在这种情况之下 即便雷达能探测到导弹 地面防空导弹也难以迅速做出反应 这个防空导弹的速度要比高超音速武器慢得多 所以就会出现即使进行拦截 这个防空导弹它追不上高超音速武器这样的一种尴尬的情况 而另一方面一些高超音速武器还拥有强大的机动性 比如说咱们国家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 它采用这个承波体构型 是一种助推滑翔式高超音速武器的导弹 不仅末端速度是在8到10马赫 而且还拥有末端机动能力 能够进行机动变轨 这就导致拦截的难度是大幅提升 而东风17的设计就是为了突破像萨德这样的防空系统而设计的 那全世界现有的防空武器其实都对这个高超音速武器束手无策 那么咱们中国是如何突破相关技术的呢 这个欧亚时报还有香港的南华早报的相关报道就显示 中国科研团队是找到了适用于吸气式高超音速飞机开发的相关算法 而不再依赖传统的导弹飞行器算法 这种算法能够预测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轨迹 解决了拦截这种动态复杂的飞行器的轨迹计算问题 在这里边特别需要提到的就是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刚刚对这个高超音速的这个 吸气武器概念导弹进行了最后一次飞行测试 并且还取得了成功 这证明了中方未来在应对美军的吸气式高超音速武器的时候 将会拥有巨大优势 美军的导弹还没有服役呢 咱们中国在拦截导弹领域就已经取得了巨大突破了 同时外媒还报道说 中国正在研制的这个反导无人机的飞行速度是超过了5马赫 并且自带动能武器可以重复使用 那如果相关消息属实的话 中方在高超音速武器和拦截方面不仅与美国出现了代差 甚至可能出现超过一代这样的差距 事实上高超音速武器确实是我们在军事上 对美国形成扳道超车的突破点之一 此前美国在签署中导条约之后 就基本上放弃了对于弹道导弹的研究工作 所以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的美国缺乏相应的技术储备 这才被中俄拉开了差距 而最关键的是 中国和俄罗斯研制高超音速武器和拦截系统 那是站在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的 不惜代价 不惜投入巨大成本的 因为能否发射高超音速武器 能否拦截高超音速武器 这些都关乎到我们的国家安全 但是美国情况并非如此 你看一方面 美国在冷战之后 大力发展常规武器 忽视了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等等的发展 因为美军常常要面对非对称战争 或者是局部冲突 而另一方面 美国武器承包商也认为 高超音速武器在短期内无力可图 所以美国在这一领域就严重落后于中俄 那也就并不觉得奇怪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期待您的点赞评论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会